好,咱们继续这个第五课 下了 不是这个是总 我估计这节课 讲不完这些课设 那用所谓的 你这MP3M1 据说讲这么久 不是剩下几点内容 那你等下后面的内容 等下还要 不容易理解 所以至少要有三节课 才能把这课给讲 好,我们继续 那上次讲到 这个 上次讲到 这个 好,上次讲到这个 取出他的目录是不是 好 那就是 那就是这里了 是不是 好,那六 如何找出相应目录的 所有文件 塞一次 那现在这个更改头像已经更改好了 是不是 这个更改头像就OK了 那接下来要实现什么功能了 接下来我们要获取这个文件的 文件了 就是文件列 就是音乐列表 就是音乐列表 我们是要做MP双方式嘛 我们把它列表会找出来 好 好,然后 这样吧 我们就要学习一个 上次说不讲的 的组件 叫列表框 好,列表框放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 然后这里就来个按钮 它的名字 我们首先先实现 我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把这个文件列表 停加进去 好,这首先是打开音乐 好,这次 我意思是选择 所以一般的后面加三个点 好,这打开音乐 然后这怎么转呢 首先这 把通用六号框给弄出来 是不是 那首先这个通用六号框 那它的类型是什么 我们是要打开一个文件 是不是,那它的类型就要等于这个 打开 打开就是零 为什么打开是零 因为这里是零 好,那通用六号框 以这个文件 打开 哦,怎么说呢 还有一个要讲的 就是这个 过滤器 我们只要 我们这个叫做MP3文件 那只能播放MP3 好,是不是 那通用六号框 或许文件 过滤器 就等于这个 MP3音乐 后面是 后面是 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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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 好,然后再给它一个鞋缸 然后这个是 这个再在整个MP3 这是给人看的 这是给机器看的 好 那我打开了 那我怎么知道用户 有没有选择文件 给我打开呢 那如果没有 那我还要执行代码 还是要个如果课 这是上节课有讲 上节课有讲 好 那这个通用六号框 用户是打开的 那就要获取它的文件名 是不是 那这个文件名 上次也有说到 怎么获取 这文件名 要获取 这个文件名 怎么获取 好 那就用这个导早文本吧 首先 我们要知道 两个东西 一个是 你要知道 这个音乐 的文件名 还有 你还要获取到一个音乐的路径 是不是 音乐的路径 音乐的路径 音乐的路径就可以 还是这样 其实文件名就是路径 如果 讲的可以套的 要把这个音乐的路径 那为什么是群聚病 是程序聚病 但是我这个代码 还有其他要用它呢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名字叫什么 我按吧 音乐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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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于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说的 我们要找那个 找那个 邪杠 找邪杠 邪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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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找邪杠 找邪杠 就等于找文本 沒收筍的文文就是 文件路径 其實 叙叙找文文就是邪杠 邪杠 音樂名就好了 音樂名就好了 我剛才打錯了 應該是音樂的名稱 音樂的入境 這個本來就是來獲取的 音樂的音樂名稱等於這個 曲文本 應該是 曲文本 左邊還是右邊 曲... 這個...我想一下 曲文本右邊吧 有木有攝入 那要取的文本就是這個 文件入境 要取出多少個 那就是這個 曲文本傳入 曲哪個傳出啊 這個 文件入境 然後剪掉這個 找斜桿 這個應該就取出來了 好 調色輸出 音樂名稱 是不是 好像我們上次在講 曲文本 左邊右邊 感覺很輕鬆 但是實際應用上 不簡單 那音配上沒有 我這裡有個... 好 羅大 羅大 有童年 好 只取出來了 好 我們上次說這個 沒有實例 現在實例來了 好 這有個列表項目 還有這個數字 什麼的 那好 那我怎麼把這個文件給加過去呢 然後查看它的數據定義啊 那這個 就有很多方法 這個是一個複雜的組件 是不是 那我們遇到複雜的組件 不要慌 因為你不一定要用到所有的屬性 你... 你... 只要你抗重哪一樣就... 選哪一樣就可以了 就是說 你喜歡哪一個功能 你就選哪一個功能 然後 你也不可能把這所有功能都利用到 清透透的 那... 明顯就是不可能 好 那我們有... 有個叫做 加入項目 它有一個方法 就是加入項目 加入領項 好 那個... 來看一看 然後就... 然後就... 等一下 再改一下明顯 列表礦役 這個是音樂列表 音樂列表 加入項目 好 它是一個方法 是不是 要加入的文本 那就是這個... 音樂名稱 我看一下 打開 這個... 有個音樂名稱 好 加進去了 那我在打開的時候 就說... 哦... 它的確是能這樣 那在打開那 是兩條的設施 那兩條紀錄明顯不行 那等下來 請堂怎麼解決掉它 那... 如何找出相應 目錄的所有文件 這個... 啥意思呢 我們... 哦... 這個... 請... 暫停一下 因為... 因為... 這個等下來 回頭再講 為什麼呢 因為... 按照這網書所說 我們是要找出整個目錄的文件 而不是一個一個的文件 等一下大家往上 那... 這個是... 打開目錄 那... 如何獲取一個目錄框呢 那... 在這個擴張組件2 里 有個... 目錄名記框 你如果沒有這個目錄名記框 你在這個... 在這個... 清選 然後確定就有了 好 得到這個目錄名記框 我們看看 有什麼... 有什麼功效啊 大家看 我頂這個 它就給我的這樣一個... 目錄... 流浪文件加的框 是不是 好 得到這個框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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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這個... 令腦的精動性問題 就是它不精動這個組件 那你到SP系統下 就沒有... 沒有這個出錯了 好 那... 怎麼說 我... 再看看... 它的屬性 這屬性也挺多的 有沒有... 一... 那... 看就好了 自己去測試一下 它有一個... 方法很重要 就是這個... 按下 好... 那... 就是這個改一下 目錄框 這個是來... 獲取目錄的 好... 那... 這個... 目錄框 獲取目錄 那... 它有一個按下的屬性 是不是 好... 這個是被按下了 它無謊為則的 按下 按下 按下就出現了這個框 大家看 就出現這個框 然後... 然後... 怎麼知道它的目錄呢 我調色輸出 這個... 目錄框 它有一個叫做內洞 就這裡面的內洞 再來... 再來... 就是這個屬性 好... 再來... 再來一下 地方 好... 我獲取到它的目錄了 是不是 那這個就好棒了 我能獲取到它的目錄 那我就知道它的目錄在哪裡 好... 我知道... 在哪裡... 這個... 我就... 好... 那這個沒有用了 為什麼... 我不把它殼色等於夾呢 讓它看啊 我如果把它等於夾的話 我等一下... 等一下... 它自動光掉我的程序 要把它改為真 那怎麼把這個弄不見啊 然後放到這裡 到... 到最底層它不見了 好...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就得到這個框 好... 再看一看 這綁數現在有點... 有點... 複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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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 潛認識這個尋防語氣 它應該說 找出相應的文件 第一個應該是... 尋找... 尋找... 大家看我... 一命寫在榜書啦 尋找文件 應該是... 認識如何... 找出... 個... 找出... 條件文件 這才對... 好... 怎麼找出... 條件文件 比如我說 我要把這個D旁所有的ES E文件給找出來 那怎麼辦 那就要用到... 搜索文件 是不是 這個是... 搜索文件 我們既然要獲取這個目錄的文件 那就要用到搜索文件 那怎麼搜索啊 那... 我打開另一個議員 這樣吧 這有些... 有些事啊 有些事什麼呢 有些事的確講得很道的 那好 我現在在這裡放個框 好 這一次... 找出... MP上... 格式... 這個文件 對... 這是... 課外的 好... 然後就... 來個按鈕 開始找 在... 開始找之前 我們還是弄個那個... 這個框 好 那... 我幹什麼 先把介命錄就好 那... 我就不改名了 就這三個文件 我能記得 名機框的按下是不是 按下我就得到這個... 目錄 好 那... 這個文件 叫什麼 目錄... 它是文本性的 目錄入境 等於這個... 目錄連結框啊 的... 內容 是不是啊 哦... 我什麼呢 我就要用到一條命令 叫尋找文件 這條命令 這條命令 要怎麼用呢 它能找出一個文件 你給它一個... 什麼呢 給它一個條件 它就能找出來 好 好... 那... 大家看啊 它說可以使用 羅字符還有 郎字符來指定 羅重物件 這問號 還有這個型號 我上次有講 這個是任意文件 這一次不認識的文件名 好...首先 它說要找的文件或目錄名稱 其實就是一個路徑 還有條件 第一個是它的目錄 比如說 就我這個目錄來講吧 等一下 這是一個... 等一下 我們要找這個目錄路徑 然後這個目錄路徑是什麼呢 請評論 調色輸出 目錄路徑 目錄路徑 大家看 這這個... 那有沒有加上反鞋槓啊 這裡沒有鞋槓是不是 那要給它加更鞋槓 這樣才OK 好 現在再找一下 鞋槓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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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這裡 我找到了它的鞋槓 我把它加成鞋槓了 然後我再尋找 去尋找的目錄 那就是這個目錄路徑 就是還有加上這個... 什麼呢 加上這個... MP3 好...MP3文件 就能找出來了 那這個... 尋找的屬性 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指錄文件 第二個是隱藏文件 第四個是系統 指錄路 那默認是什麼 默認就是所有文件 只要是文件就可以找出來 那... 我們知道它... 它謊為一個文本先 謊為一個文本 好... 那就是... 找到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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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這個 好...我最後調式輸出 找到的文件名 好... 快搜了 好... 找到的... 周華界朋友 我再找一下 還是... 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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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要處理多次的 比如說... 你... 就是要處理... 比如說... 一萬個文件吧 你要商一萬車 是不是... 那就要商出一萬車 那一萬車怎麼... 怎麼弄啊... 就要用到循環 比如這個... 你的电脑有20万个文件,那你是不是要一次一次的点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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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这是循环的意思,就是你给定一个条件,然后就循环1万车,2万车,3万车 还有你这个电脑里有多少个文件,它就循环多少车,这个杀毒也应用到循环吧 首先我们要前正式这个循环比据,就是判断循环 这什么意思,如果这里为真的话就循环,如果这里为假的时候就跳出循环 这个判断循环的时候,条件为真的时候循环 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 好,这就是这个 那怎么判断呢,那我就找到了,大家看啊 这循环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就是,它讲的很罗嗦是不是,很大 它说,缓回空文本,就是找不到就缓回一个空文本,那好 就是找不到的就缓回空文本,那我就这样吧 我就这样,张贴心来如果不等于空就是找到了,是不是 找到了,我就让它这个,找到了文简妹,等于这个 我就怎么说呢,就列表矿语加入项目,找到了文简妹 就找到了我就把它加进去,那我干什么啊 那我还要什么呢,我还要,如果这样运行的话 你下去就死循环了,因为大家看一看 这个循环语句啊,它找到文简妹不等于空,就循环是不是 那这个条件没有改变啊,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个找到文简妹不等于空,然后呢,它就加入项目 然后它到这里来,就再车从这里跳上去,然后就碰到 找到文简妹还是不等于空,那它就在这样这样这样 那就把生命浪费在死循环之中 这是一个死循环 好,那怎么解决呢,那这个找到文简妹就要再改变 这文简妹要改变,不然的话它永远都不等于空 这个文简妹等于什么呢 那是不是还要搜索啊,是不是 好,来一次要寻找文简 这个命令,这个命令有一个特点啊 看这次看这次 就是命令有点高 就是 要再次要用我们命令时,就必须 必须指令欲寻找文件参数 哦,不是 再一次要用文为令,且不要提供欲寻找文件的参数 如果你还想按照这个规矩去找,就不要给它参数了 另一个参数不要 好,这样就好了 开始找 这可能大家听得有点绕 我也没有法讲得那么好 好,我就把这个给找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大家再看我再找 它还是把它叠加上去 那这个明显物行是不是 那这个物行就要干什么呢 就要用到一种 就再用到 好,循环 既次循环手 那怎么 什么叫既次循环手呢 那我先轻碰乱吧 如果这个文件名有了 那我就把它伤掉,然后你再加进去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你在 这个既次循环手的应用 这个便利 便利就是 一变变的 的什么呢 的对比 好,那 我这个可以不断的添加 是不是,那我先创办一下 如果你有了,我就把它给上了 然后你再存进去 那就没有效果了 这个 咋讲啊 其实循环手 列表框 这个取 项目数 这个取项目数是什么呢 你这个 列表框有多少个项目,我就要取多少个 等一下 大家可能对这个属性很陌生 然后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一塌不脱 可能都停不下去了 好 多少个项目 那这里怎么说呢 我在这里啊,只有个项目 我立一个 123 4 好,这里就有123 然后我叫 在目共他有多少项目,大家 这个都能看到是三个项目 是不是 好,列表框 取项目数 我调式输出 这就是得到三个项目 是不是 那我大家再看 我在听讲 罗勺子项目 他告诉我 马克项目 12345678 好,项目数的作用 好,那他有多少个项目 我就循环罗勺子 继续循环手 这继续循环手是什么呢 你给他一个次数 然后他就给你按照这个次数循环 比如说你这条命令跟我扩行实测 那你就给他自己平价实测 然后这条命令跟我扩行实测了 这里扩行实测 这里扩行实测 就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 大家看这里扩行实测的 对不对 好,那这个 这里还有个参数 就记录的变量 大家再看记录 好,准备一个变量 那我调色输出 记录 大家再看一看 在哪里 不是 这个怎么打开了 好,他就给我一个 12345678 那这个记录是什么 就是存储变量的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2 第二次是2 第二次是3 一百次就是100 好 好,有了这个 12羽器吃就好了 好的,我首先列表 要换A 取向目数 还有多少个项目 我就寻碰多少个 我要看什么 来个如果真 如果真这个 找到的 文件名 应该把这个放到这里 来 2套巡皇 我先碰到有没有 然后有的就商量 没有就 听一下 如果找到文件名 等于这个 等一下 这个又有 又有 新的问题了 这最近几家课 我也 讲的听到了 为什么 由于 由于这个 大家都是新手入门 然后 我也不敢讲 那些什么 深入一点的 我怕大家 听不懂 好 那这个 比如说 我想取 这个第三个文本 我现在要在代码中取 这个第三个文本 那怎么办 把第三个 给我 好 大家看好 那就 列表矿1 取向目文本 大家看 像项目说明 它是从永连开始的 零开始 一 为二项 如此类推 那我 那我这个第三个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零 第二个是一 第三个是二 好 那 调色输 出 就是把列个商给取出来了 那 零是什么呢 零就是一 好 这个大家 大家应该都看懂吧 好 然后这个 继续啊 那 你取一个一 明显 明显 那 你取一个一 明显 一 不行 那要减一 那就是零 然后它是二的时候就是一 它是商就是二 好 如果是找到文件名 等于这个文件 那我就要干什么 那我就要执行这个 它有加就有减 它有加就有商 列表矿以上出项目 把这个 把这是谁的项目 我给商量 好 大家再看一看 我应该开始找 我加出这些项目 然后再开始找 大家看 它加不进去了 我点下去 它没有改变收拾 因为它重复的 重复的 就没有加进去了 好 这个 这个 就 直接找出来的 找出这些文件的方法 那一般的话 有这个按钮 那这个就不要了 一般就这样 然后找 找找找找找 好 找出来了 好 来 给大家保称一下 大家主要要光看 这个代码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引导的作用 好 再讲一句话 这个是四十分钟一节课 是不是 那 心中不知道事情多少 那怎么办 现在是十五点三十分 那 那 这个十四点下课 吧 十四点下课 好 那 开始了 开始 开始来了 好 这个 刚才也要讲 那这个我就快点了 第一个是文件名称 是不是 首先我要获取到这个 音乐的名称 文本性 好 这个我获取到它的目录了 这个是 目录 目录的路径 文本性 好 目录的路径 等于这个文本性 然后什么呢 这个 音乐的名称啊 就等于这个 等一下已经有音乐名称了 我何必当腾去弄这个呢 音乐名称 等于这个 寻找文件 被寻找的文本 这个 刚才又讲 这个 目录的路径 啊 不对啊 这个是寻找文件 是不是 那 要找的 等一下 这目录路径还要加个蝎杠 刚才讲了 它没有蝎杠 这没有蝎杠 是绝对路径 不是是相对路径 加这蝎杠 还是绝对路径 好的 目录的路径 加上一个 什么呢 先给MP商 我只要MP商 其余的 我不要 就目录 我要少所有文件 我只要文件 我不要目录 好 盘了 希望少 拿着这个 音乐名称 如果不能一空的话 不能一空的话 就让这个 音乐名称 我等一下 我就 加入 列表框 加入项目 音乐名称 然后再 再次找一下 是不是 那这个音乐名称 就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寻找文件 第一次不用提供参数 好 刚才说了 还有那个便利 那我先测试这个 再来便利 找出来了 那如果是 像刚才那样的话 还是出现那种效果的 是不是 我老是这样 他还是老是给我加 好 加了很多很多 那好 这个 会加这样 那在这里 记此循环数 这个是 列表框 音乐列表 取向目 文本 取向目 文本 取这个记录解译 为什么要解译 刚才说的 因为它是从林凯生的嘛 如果 能以这个 音乐名称 直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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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列表框 消除项目 记测 建议 好 OK了 在哪里 在哪里 好 找到了 他 他 他就这样 他就这样 只能这样 停加一遍了 他就OK了 那我先来讲一下叫这个 你看 我这个还是能加进去的 就 里面有人 那还加进去 那这打开音乐 还是要讲一讲的 好 这个怎么讲 好 再这样吧 如果 真 还是 记车 旋放手 命令一下 记车 旋放手 列表框 音乐代表 取向目数 这里还是记车 然后什么呢 列表框 取向目数 然后这里是记车 是不是 然后如果 这 列表框 音乐代表 列表 取向目分本 去哪个分本啊 记车 如果等于这个 音乐 名称的话 我就直接 列表框 音乐代表 商出项目 这个记车 警力 是不是啊 再试试一下 哦 OK了 是不是 我在这样 我在这个 哦 好了 那 我要他的名字干什么 这些名字没有用 是不是 还是他的路径 难道你 波方日列表 是要他的名字吗 我们要把他的路径 给获取出来 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 这里是音乐文件路径 这个在这里 音乐路径一般是比较弹的 好 然后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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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的这个 加入项目 那 那等一下 我没改名 文件路径 然后我干什么 另外我干什么 再看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这个 列表框 这个文件路径 加入项目 然后 加入什么项目 这个就 加入文件路径 就好了 这本身就是 取他的路径 然后在取他的名字 好,那這個是對應的,那音樂文件路徑上出項目 還是這個計次簡易啊,是不是 加做一遍就好了 還是這個,音樂文件路徑上出項目 計次簡易 然後在哪裏 這個在加入項目的時候,在列表礦1 音樂文件路徑加入項目 目錄的路徑,加上這個音樂的暱稱 好,這個OK了 先變成音樂 好,取出來了是不是 要看音樂 好,也是可以的 從內裝,換成的換成 是Immoia 沒有改變,是不是 是Immoia 噢,這個就對應的了 沒有 好,這個就OK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看 這如何播放計算機的聲明 好,我們來播放了 好,這個就 播放音樂 好,開始播放了 這個播放音樂比較簡單 這個播放音樂的支持庫啊 非常簡單 好,就是一條命令而已 播放音樂 大家使用這些命令的時候應該 應該不難吧 喔,不是播放音樂 是播放MP3 然後這些播放MID 還有什麼播放音樂 大家自己去試一試,可以的 播放的次數那就是1 一次就可以了 一旺的MP3文件名 哦,剛才這個還沒有講 我保存在哪裡 保存這個商 那 那 那什麼說呢 我想選中哪一個就把哪一個給我 什麼 我選哪個你給我哪個 這是什麼事情啊 就比我選1 他就給我一個1 我選3 他就給我一個3 那怎麼辦 這個答錯了 我選哪個你給我哪個 啊,你給我哪個 好像是這個那 那吧 好 那這怎麼辦 這是這個列表礦翼 取向木文本 剛才說要哪一項啊 那你要哪一項呢 就是列表礦翼有個屬性啊 叫做性行選中項 好 列表礦翼 性行選中項 意思就是你哪一個就選哪一個 他是一個屬性 我調式輸出 我現在什麼都沒選 他給我一個空 我選上 他給我一個上 我開始找 找這個 把這個找出來先 好 讓他看我知道他的路件額是不是 好 繼續補充吧 繼續講這個 遇忘了MP3文件名 那我們是要選這個 然後他們兩個是對應的 是不是 那我們當然是要這個文件的路件 是不是 好就是這個 列表礦文件路件 你別給我選文件列表 列表沒有用 列表這是名字而已 取項目文本 那取哪一個項目文本啊 那你不可能選這邊了吧 那就要選這個 列表礦 選式選文音樂列表 那實際上是取這個文件路件 的 行行選動項 好 我忘了一下 我先打開一首音樂 我開始忘了 大家不知道聽得到還是聽不到 我已經聽得到了 我撥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否聽到 往中我就聽到了 好我再碰碰一下 如果它是播放的話 我就給它播放 哇 我有點 我怎麼沒有改名啊 播放音樂 那等一下我把它改名 證明這是必須的 好 如果是按鈕 播放音樂 它的標題等於 播放音樂 我就給它播放音樂 我再給它一個 那如果 它播放好的時候 我再按鈕 播放音樂 的標題 我再給它一個 停止播放 好 好 這次就停止播放 停止播放在這裡 就停止正在播放的音樂 好 按鈕 打開這個 這次 就是 播放音樂 的標題 等於這個 播放音樂 好 這就有一個 停止於播放了 播放 然後 停止 停止 好 停止就停止了 不能繼續播放 是不是 那這裡有一個 繼續播放 還有這個 暴停 好 再給它一個 繼續播放 那這繼續播放 它首先是 不能播放 為什麼呢 因為你還沒有 領機播放音樂 你怎麼繼續啊 應該是暴停吧 我還沒有播放 你暴停 暴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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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播放 如果他開始的播放 按鈕暂停播放的禁止就等於假 一浪停止的按鈕暂停播放的禁止等於正 不止等於正按鈕一禁止播放的標題等於這個暂停播放 好 唱一卡 換走 暂停 好我暂停了 那為什麼他沒給我繼續呢 為什麼 好快是不是 啊 這個還沒有打開目錄 他也給我這個漏洞漏洞 這個可以了 這個是漏洞是不是 那他應該禁止也是等於正的 你還沒有目錄那你就走吧 好我就給他一個失蹤吧 1000毫秒就盡視一聲 那這個還要好棒 所以如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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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你也不要放 兩個 你也不要放隨便選一個 取向物數 如果等於0的話 那我看你怎麼播放 那就沒有了沒有了就按鈕 播放應該的禁止等於正 不等於正 不等於正 不等於0 如果他不等於0的話 那就是有項目了 有項目禁止還是正啊 不對吧 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是禁止等於正 不是的話就禁止等於假 自動也有啟動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啊對啊為什麼啊 哦 這裡沒有 本鍵入鍵是不是 哦 剛才這 打哪個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 那你把那裡錯了啊 就是 還到就可以了 這個 這個代碼好像有錯啊 我看一看 哦 這個怎麼是 為什麼會這樣啊 坑誰呢 我這 我剛才按了什麼鍵啊 黃雲叫我的代碼了 坑誰呢 這個 這個是在目錄設施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 目錄的路徑 加上一個 音樂名稱 好 再看一看啊 我沒有出錯 我這個代碼好危險啊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 他只是給我加這一條 嗯 哦 在這裡 又來了 這個 好像有欠一道叛亡 旋放手 這代碼基本就亂了 亂七八糟 那看我怎麼把他瞎忘 好亂啊 這個 老一位殺 我應該是在這裡 判斷消息吧 然後在這裡 再給他張過來 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不對的話 那這代碼很坑真的 說真的 這代碼啊 我要修改好湯的時間啦 我會突張之前 就給我這樣一次意外 我等於空的時候就這樣 好 再試一次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哦 好了 好 繼續 好 然後 再看什麼呢 再看防速防速 如果控制這個 計算機的聲音 還有機器 播放狀態 再看一看吧 去MP3播放狀態 好 在這個 好 這個 再看一看 這就是 現在是 現在是 播放狀態 現在是 播放狀態 狀態吧 魔幻 魔幻狀態 魔幻狀態 在哪裡 在哪裡 魔幻 哦 在這時候 下公圖吧 好 看一看 來個這個吧 什麼 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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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這個去NP NP上 忘了嗎 它反為一個整數型 好整數型 什麼情況 等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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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情況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 如果它說的 黃迴零就是 已經被暴停 被被播放 會被播放 料切 料切 等於 沒有播放 沒有可 就去吧 就還沒有播放 如果這是個 任意呼籲 任意呼籲 那這個播放中海的要題就任意 已經上停播放 上停播放了 然後我再選這個 等一下 我要把這個正在播放的音樂給取出來 這個 正在 正在播放的音樂命 音樂命在哪裡 它是文本性的 正在播放的音樂命 等於這個 等於這個什麼啊 等於這個 列表框 分進音樂列表的 曲項目 文本 然後這個列表框 音樂表的信心 行動項 好 現在就去到它這個 然後去到就 就 就正在播放 加上這個 當前 的名字叫什麼 正在播放的音樂命 正在播放的音樂命 已經放聽播放 好,如果正什麼情況等於這個1 好,那標籤模範方法 標題等於正在模範 加上正在模範的音樂名 標題等於,這裡沒有加個加號 沒有把它創 無小的音賞 真的模範 看一看 好,這個沒有拉長一點 有啊,為什麼還是不行啊 可能會不會有了吧 沒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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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啦 軟了,是不是 應該是 現在 我 開始 軟了 正在有換的文件名,等於這個才對啊 好,魔法 好,沒了 這就好了 那我如何控制這個聲音,播放語氣,取機狀態 等一下我把這個琴拉過去 這個烏光點藥的把它拉過來 那我幹什麼,我要給他一個這樣的狀態吧 好,然後我幹什麼呢 在這裡來個標籤 播放進入 我們要知道它的播放進入,然後它也可以控制它的播放進入,是不是 等一下的播放進入用這個來表示比較好 進入條 那位置進入條有什麼特點,進入條其實就是屬性而已 大家看,它只是一個最高位置最小位置,然後改變它的位置,它就有這種情況 來一個7,它就這樣是不是 好,這很好理解 它沒有方法,它有這5個屬性 它有6個屬性 好,這個我們來控制它的 我還要控制它的播放進入 這個位置,這4個版本 這些都很好理解 這些都比較簡單的,我就不多講了 就在調整,調整折就是了 好,那這代碼怎麼寫啊 那你這個,然後這裡有個位置被改變 那我進調整輸出 位置被改變 滑快,它叫滑快 位置被改變 滑快 我這樣吧 滑快跳滑動 我這個時間要到了 那大家等一下自家課講完 就這幾點了 我想沒必要給個立商課了 好的,那大家看 這滑快跳滑動了,它就出發這個時間 是不是 好,那 就是這樣吧 這滑快跳被滑動了,那我就幹什麼 我就要 到通路波航MP上 通路波航MP上 通路波航MP上 一波航MP上的文件名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呢 等一下,這個我還要把它獲取出來 讓情聖在我 管的文件入境 文件入境 好,然後這個設在這裡 它不換了我就活去 讓情聖在我 列表看文件入境 音樂列表的信心行動向 好,我去到了 在這裡 當情聖在不換的路件 好,路件給它 起始不換位置 這個 0到100這些 大家看啊 我在這樣啊 是不是先屏蔽掉 調色輸出 這個滑快調1的位置 好,大家看我現在滑過 是不是它就把它的數字給了我 是不是 它的滑快調莫證是1的 所以 這個位置就等於1 莫證就是起步播放 那就起步播放吧 綠通則的謊匯標籤 這個很好理解 我通則這個謊匯吧 這是什麼呢 就是我在這裡啊 我給它一個標籤5 它的數據類型是標籤 那就這個就是標籤 那這個常數就等於這個 我看看它的提示啊 第一個常數就是啟動版本白 的位置 就是這裡已經就是等於這個 播放進入了 好,問好大家能夠聽懂 就我給它一個標籤5 然後這個標籤5的 播放進入第一個常數 就等於這個播放進入了 好,那怎麼呢 我再讓這個 進入條1的位置啊 等於這個播放進入了 好,這個就OK 然後這個是 滑快掉1是不是啊 那我滑快掉1被滑中了 其實不放位置 就在哪裡不放 那就是滑快掉1的位置 它滑到哪裡就不放哪裡 好,那怎麼算呢 先聽一下看一看吧 我先打開一首歌啊 我先打開一首歌啊 這就好了 然後就什麼呢 它說要改變 那如果你這個被觸發的時候 你按個播放音樂的話 就滑快掉1的位置 等於1 那就改變了 改變了它就改變 改變它就不放了 那應該是在這裡改變吧 可依根啊 那應該是在這裡改變吧 好,沒有改變 噢 等一下 这出了一点小小问题 这应该是位置被改变之后 他就模仿了是不是 那为什么他没有模仿呢 那我直接就把字条指定给他 你马上就触发这张赖马 看你可不可以 大家看 这里就被我看到了 好 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BOSS 什么BOSS呢 其实这个滑快调移的位置 也有能力这个模仿进入了 这只争取以后再讲 好 OK 那什么呢 我们这个音乐要调整他的音量是不是 你调整他的音量的话那不行啦 这个控制音量还是要的 你这个没有控制音量的话那也不行 那我就要来一个音量 好 音量 音量控制 是不是 好 开始了 也来一个滑快调吧 音量控制音量 好 然后这音量控制怎么控制呢 这里有个 有个组件 好 叫什么 不记得了 我要做 好 在这里 音量控制 系统音量 好 这个是 大家检测一下 我这个刻马上就好了 好 好 这控制音量 就是它没有出现 但是它进出方法 首先这个系统音量要打开 好 这怎么打开 那它有一个标识 好 那这个标识它说的 是在音量类型的长量之一 那在音量类型在哪里啊 在这里 有个音量类型是不是 在这里 这里选主音量 它说值为4 好 然后 整个音量类型 那就是就好了 好 音量打开了 我打开了 音量 那我就看什么 再看它的方法 它说就可以 就可以遮音量了 好 我直接就遮音量 在这里 系统音量 遮音量 好 你想遮个什么遮 那首先这个 这左声道 右声道的音量 那就是滑块条1 滑块条2 滑块条2的位置 滑块条2是 好 这滑块条1 怎么说呢 这滑块条1 这滑块条1 就是滑块条1 他对作只能等于3万多 是不是 那我们就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音量每台机器都不一样的 那我就这最大音量 系统的最大音量 首先让系统最大的音量等于这个 取最大音量 等于系统音量 取最大音量 取系统 取最大音量 好,我取到了 那这里就是等于系统最大音量 那我就乘以一个12 为什么这个系统最大音量 有时候是6万有时候是8万 那这里最大的位置只能得知这个整数型 就是3万多 好,那我就把它的最大位置等于这个 这个除以10 然后这里就乘以这个10 这不好讲解啊 所以我就炒炒了事了 好,我再看一看 MP上东西 好,我能播放了 好,这音量就由我来控制 好,这个就做好了 这个有点烧是不是 好 好,这14点下课就称一圈也会完了 那我 我拖了大家一点时间 不好意思啊 下次我们再来 学习什么呢 这音量大家 如果还要精确的话 自己去弄一弄 这类码就好了 好的 我改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大家还要学会保存数据 如果用户用了你这个程序之后 那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不能保存数据 那还要你这个干嘛 就是你要能保住 我给大家一点解释 这个列表一定要保存 然后这些配置什么的都要弄好 这音乐网这个自己也可以用嘛 一般我们自己听音乐 要有一个比较精简的比较好 占用内充空间比较少 是不是 然后还没有广告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是为什么会提示这个错误呢 这个错误是这个金融性问题 你把它换到S 下就不会了 好 这个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